各位同學,回到小數減法的第二節 上回題我應該說到12借位 12這裏,忘記給你看 12-1,這位置 借位這位置,不是錯的 不是錯方法 只不過是12借完變0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借,直接告訴大家12是OK的 原來我做了第九條,你們有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的,麻煩你做回答 先對一對答案 第九條,24.63 然後第2,14.4 可不可以切 第4,7.53 第6,4.94 第8,2.27 第10,2.32 可以不可以? 應該很簡單的,錯了別告訴別人 好嗎? 因為很醜怪的 減數也算錯到五年級 對不對? 嘗試一下做,如果真的沒做完,不要緊 一會兒你自己有時間再做回 然後再看我 對回就OK的了 揭開下一版 今天我們這一課 就講一些小數減法應用題 應用題怎麼做? 就是理解了題目,然後計算 這課成課都講的是小數減法 你當然知道條條都是減數 但是如果 我有些數字是加數 那怎麼辦? 那你就 坐在這裡 是不是? 如果你不懂得解的話 又或者去到遲些 我們六年級的時候 小數的加減成除都學了 那條數究竟是加,是減,是成,還是除? 我們要分辨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認一下這些字 有什麼字眼我們可以 清楚地知道原來 它是減數的題目 好嗎? 右面是軟體,你購買的收據 部分都被人遮蓋了 然後問你 雞蛋多少錢? 那我看看 他100元 找了31.7 而 牛肉呢 就36.4 是不是? 那我們怎樣可以計算到 雞蛋 那很直接 找回的錢再減 牛肉的錢再加上雞蛋的錢 應該就等於100元 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 那個 就可以知道100元 減去 38.40 減 31.70 就是我們的結果 是不是? 反過來想 其實 牛肉、雞蛋和找回的錢 合起來就應該是100元 因為你給100元去找錢 知道嗎? 這個這樣去想 也可以 反過來100元就減38.4 和30.7 OK 經過計算 38.4 減31.7 算不算 29.9 OK 好嗎? 好 在受熱之後才會長一點 這個是短一點 所以我們想說原來的就是 9.6 要跟著單位的 賜軒是138cm 而樂見高1.5m 他們新高相差多少個m 因為答案要用m 所以我們不會把m 變成cm 好嗎? 我們把 cm 變成 m 我們想一下 究竟 1 m 即是多少 cm 還記得嗎? 我們小時候學過 低年級的時候 1 m 是多少? 有沒有人記得 好 記得同學就很厲害 1 m 就是 100 cm 如果 138 cm 即是多少 m 1.38 好嗎? 還沒想到怎樣轉換 不要緊 下課的時候 我告訴你 好嗎? 我們說兩者雙叉雙叉 就是減數 這些就是減數的字眼 我們有 1.5 減 1.38 運算過程我不多做了 我們得到 0.12 因為上一節我們做了之後 今節我希望大家 在理解上做多些功夫 而不是著重運算的 知道嗎? 姐姐買了牛奶 上午就喝那麼多 下午喝那麼多 剩下多少 這個經常都計算的 我們上午和下午 然後還餘 那還不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減掉 2.5 減 0.74 減 1.2 是不是? 大家 計不計得到 結果是否是 0.56 可以嗎? 好 好 計好之後 下面第五條 有100米 1.25 kg 吃了 0.38 剩下多少 好 吃了 0.38 剩下 還餘這些 還餘這些 都是減數的字眼 對不對? 1.25 減 0.38 OK 15減8 是不是7 借了位 OK 11減3 是8 0.87 這五條 我已經做了 接下來 這些是短答題 是不是這樣叫的? 後面 後面那一版 有長答題 我都會做一兩次給大家看 剛才 由第六條 到第九條 自己做回 會對答案的 你不要不做 可以嗎? 生氣你 好 我們看看長答題 怎麼回答呢? 其實 和短答題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你多寫些東西 是不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短答有長答 短答要省些時間嗎? 都不會的 你需要列條直式計加減數 是不是? 你用長答 就寫多幾個字 OK 但不要緊 考試需要 那我們就做給它看 好了 家中有 五米彩帶 報紙聖誕節 用1.44米 聖誕節有報紙 你知道嗎? 放個聖誕旅人 做棵聖誕樹 那些 報紙客廳用了2.82 好 先隔著它 好了 報紙客廳 給報紙聖誕樹 多用多少 咦? 發現了一件事 在這個題目裡面 有一個資料 是沒有用的 原來 看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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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資料沒有用? 就是5 是不是? 因為只是考慮報紙客廳 和報紙聖誕樹 那我們就說 報紙 客廳 給報紙聖誕樹 好嗎? 多用它 我不寫太多字了 節省時間 那你和我寫完它 知道嗎? 它兩個比較 所以2.82 減1.44 就等於多少? 這邊就是值息 是不是? 你們平時做報紙 考試 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樣做? 可不可以幫我試一下? 行不行? 2.82-1.44 是甚麼? 12-4就是8 我不做借位了 剛才借了7-4 就是3 2-1就是1 1.300米 那些同學不是寫上面那句 可能在後面寫答句 後面答句是甚麼? 報紙客廳給報紙聖誕樹 多用去採打1.300米 一樣這樣寫 只不過 你寫是這句 還是下面那句 行不行?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因為我想留多些機會 大家去做 知道嗎? 大家今天回去 真的完成了 應用題 以及我們的短答題 真的要做數 如果你不做數 你會不會認識的 知道嗎? 這一課 我們在說的是速度 而不是你認識多少 減數 你想一下 我們由一二三年班 甚至四年班 都做了很多減數 現在你不做好 其實你幫不到自己 知道嗎? OK 今天到這裏 我們下課繼續 我們下課 再做阿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